戳拳不手软 扎扎实实打在对手身上 法国总统马克宏 街头完全极拼忍气 对手勒鹏也没闲着 一手接过民众地上前的哈密瓜 立刻在现场大快朵移 更不忘嘴甜 称赞一番 法国总统大选将在当地时间 24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这也是马克宏与勒鹏 第二次在大选中碰头 实在冤家路窄 尤其民调差距这次明显拉近 在国际局势分析师眼中 法国大选结果更像一场路线之争 将左右欧洲未来 因此包括德国总理肖茨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 三国元首罕见联合投书 法国世界报 以我们需要法国一起捍卫欧洲 共同价值为标题 公开呼吁法国选民对抗及右派 更直接点名勒鹏 说他公然选择与攻击 欧洲自由民主的人为物 但这次欧洲领导人 却罕见表态力挺马克宏 因为勒鹏过去的记录 让不少欧洲国家皱起眉头 2017年勒鹏造访俄罗斯 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丁会面 两人同框握手合影 接受CN专访在镜头前为普丁海冤 还脱口说出克里米亚 一直是俄罗斯的 而普丁头号阵敌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更在个人推特上揭露 勒鹏曾在2014年 向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 贷款900万欧元 大约2亿8千万台币 为竞选筹措经费 勒鹏与普丁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让他被贴上亲耳标签 连升线战火之中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隔空喊话法国选民 法国大选攸关欧盟未来 整个欧洲睁大双眼 紧盯这场选战